来看基隆市发生了这起擦撞车祸 而这个肇事男子的酒测值 竟然是高达了2.20毫克 这破了基隆市的酒测记录了 因为要高达这样子的一个酒测记录呢 可能要喝包括了这个两瓶40度以上的酒类 才有可能会达到这个标准 而不止这样男子呢 他不但没有醉到不省人事 他反而还能够正常的和远景对谈 就连远景都被吓一跳 车祸现场休旅车被撞到凹陷 另一台轿车车灯也几乎全毁 这全都是因为这位驾驶喝醉酒 酒测值甚至高到连警方都傻眼 我测了这么多 没有测过这么高的 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的数值 6号下午张姓男子经过基隆市镇荣街 可能是因为带有酒意 就这样跨越双黄线撞上对象来车 警方到场进行酒测 没有想到酒测值竟然超过2.20 整个大破表 男子说只喝了一瓶半的啤酒 跟一杯药酒根本喝不多 一般要喝16瓶以上的啤酒 或是两瓶40度以上的酒类 酒测值才会高到2.20毫克 而且还会醉到不省人事 但是男子的反应却很正常 他看起来稍微有点醉意 但是一般对打都还蛮正常 酒测值这么高 还能对打如流 真的堪称基隆No.1 这超标的酒测值也让远景大开眼界 中间新闻 刘文琪 金融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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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